国家武雇局有意把希勒索炮台列为国家古迹 最快下个月正式列入名单中 文物局表示希勒索炮台是一座保存最好的19世纪炮台 在二战时扮演重要的角色 因此建议将它列为第74座国家古迹 来看记者李雨婷的报道 位于圣陶沙的希勒索炮台建于1878年 在19世纪末是我国贸易港口的海岸防御堡垒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更扮演重要的角色 文物局说在列为国家古迹前 一同新加坡传统文化学会和新加坡国际古迹 遗址理事会交流 确定了希勒索炮台在我国历史与文化上的重要地位 国会去年通过修改保存古迹法令 文物局首次援引新的条文 建议将希勒索炮台列入国家古迹 并向管理者发布印象通知 文物局也首次在网站上公布 有意列为国家古迹的资料 并邀请公众提供意见 目前本地共有73座国家古迹 另外保存古迹法令修订后 政府大厦的大草场 未来也将列为国家古迹 文物局说目前还没有确定日期 不过一旦确定后 日后会发布有关的异想通知